哈囉,大家早,歡迎跟著新竹趴趴趴 現在時間是早上5點20 那新竹大叔來帶大家來逛我們八頭子 出一個步道,非常漂亮的一個步道 這裡叫做龍軒步道 大家可以看到,來透過我的相機來看看現在目前的狀況 這邊的話,是那個平溪神奧縣的海客館站 那如果一些朋友想要來龍軒步道這邊走走的話 那就是說可以搭海鐵到瑞芳站 然後反車來到八頭子站 那再來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是以前八頭子這邊非常多的龍樹 後來因為海客館在這邊建地以後 砍了非常非常多的很多,非常多的大樹 不然以前這邊的話,被譽為 我們基隆的綠色步道 因為這邊很多很多這種大顆的龍樹 非常不容易,後來就是因為建地 砍掉很多很多的樹,真的相當可惜 好,再來的話,我們就開始慢慢來走這個步道 這邊有一個故事 這邊叫做龍軒,所謂龍就是包龍的龍 這個是當年孫運軒先生在當台電總經理的時候 給這邊的一個取名 這個地方的取名 這邊是當時很多那種台鐵 不是台鐵,那個 台電,那個 北部火力發電廠 的員工的一些宿舍 這邊住了很多宿舍 聽說當時這邊相當的發達 有醫院啊,有郵局啊 還有很多,甚至還有游泳池 這個步道不長 走差不多十分鐘吧 走超十分鐘就能到山頂 那邊的視野非常好 可以看到很多的海景 好,可以看到齁 這裡是曾經的宿舍遺址 當時的宿舍大概能看出 當時的那個 樣貌齁 這邊當時住了很多很多的 呃 北火 北火 的員工 啊 當時 那個 孫義賢先生 只要假日有空 都會來這邊齁 看看 看看這裡美麗的景致齁 所以這 再來的話 這邊就 比較平坦的一點齁 啊 這邊是 拍巴都只是日出的 很好一個點齁 大家可以看到 我開始有點紅了齁 那等我們到上面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看到日出了齁 這個步道走起來很舒服 不用很久時間 差不多十分鐘就可以到 到最高點 哦 可以看到 哦 那邊就是最高點齁 哦 可以看到 哦 可以看到 哦 這個長灘鯉魚港 齁 以前的北火 以前的北火齁 就在這一邊 也就是現在 啊 海客館這一邊齁 那 啊 這個是長灘鯉魚港 啊 這個是 平浪橋 那邊就是 朝靖公園 齁 大家看看 哦 現在早晨好漂亮 好漂亮 啊 有點紅 那等一下 太陽就會從哪邊出來 那這邊的話 就是 基隆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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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上到這個 龍泉步道的這個 觀景平台 今天是禮拜天 啊 觀景平台這邊 很多 啊 相當多的民眾 來這邊賞日出 大家可以看到 哦 太陽已經出來 慢慢出來了 哦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這個角度看 剛好是跟 我們基隆山 是成了一個對稱 哦 啊 這裡是很多 攝影愛好者 喜歡來這邊 拍日出的地方 哦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拍 拍日出的地方 它是全年 啊 365天都能在這裡拍到日出 哦 啊 算是台灣少數族的 啊 拍日出的很好的一個設計 那下方 下方就可以看到 下方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一個 啊 旺海巷漁港 哦 抱歉 不是旺海巷漁港 那個 昌灘里漁港 那我們在 往那邊看的話 那邊 啊 就是草徑公園 那假日非常多 遊客會來這邊 啊 休憩的地方 啊 從這個角度看的話 可以看到 啊 進進出出的漁船 啊 非常棒的一個 啊 一個地方 啊 這邊遊客比較少 並不像其他的地方 也會有那麼多遊客的地方 啊 歡迎大家 可以來這邊走走看看 啊 那這邊的話 這邊看過去的話 可以看到前面這一棟很大的建築物的話 這一棟的話 是現在目前的 海客館 呃 那它的前身的話 是台灣 北部火力花點廠 也 全稱為台火 啊 北火 那這邊再 望過去的話 可以看到 啊 八頭子漁港 啊 看到那邊有一個拱橋 那個地方 那邊就是和平島 啊 這邊最遠的可以看到野柳家 齁 最遠的地方 可以看到野柳家 齁 啊 這邊視野展望是360度 非常不錯 非常好 齁 啊 然後 這主要是 這一個景點是來看這個海景 齁 呃 尤其是早晨的時候非常棒齁 啊 歡迎大家有空可以來這邊走走齁 啊 單純老話一句齁 齁 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齁 啊 好山好水需要發揮功德心來愛護齁 齁 如果喜歡我們 我們的影片 啊 歡迎在youtube上訂閱我們的頻道齁 那拜託幫忙按讚加分享齁 好 謝謝大家 拜拜囉